是回来了吗 应该是已经回来了 推送了 好的 非常抱歉 刚刚可能是那个网络有一些问题 然后中间那个突然断开了 我这边先继续 然后其实那个对于早期的 ES2版本里面的话 它其实是有定义的接口 然后是做代码机的实现 然后就是说使用者 就是可以去做一个 注册中心的一个实现和对接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是需要对ES2的一个代码 去做一些侵入的 它可能更有更便于开发者 而不是使用者 所以说后面的ES2眼镜里面的话 它其实是把这一块去做了一个废弃吧 或者是不再建议使用 然后取而代之的是 它其实是定义了一个数据模型 service entry 这种API的数据结构 以及就是说对应的MCP的一个协议 然后它推荐就是说 如果有需要去做扩展和外部集成的需求的 可以去单独的 在外部组件里面去实现这个协议 然后以及就是说将服务模型数据转换之后 再传输给ES2 ES2的话可以通过配置的方式 去对接到多个类似于注册中心 或者以及是服务中心 这种方式可能对于ES2自己来说 可能就是会更干净一些 然后因为服务数据可以认为是 整个服务网格里面最基本的数据 所以我们这边把这一步比作是备菜的过程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 其实可能是ES2的使用者可能作为熟悉的部分 因为就是服务发现其实是整个服务网格的一个基本功能 但是的话就是说 ES2在整个服务网格中的存在感 其实更多的是要通过它所支持的比较就是丰富 同时就是又比较灵活的那种治理的能力来体现的 所以说第二部分的话 其实是将ES2自己定义的治理规则给apply进去 然后这一步的话就是 我可以把它比作是加料或者是烹饪的过程 然后其实到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几乎已经得到了 就是那个最终的要推送的XDS数据了的样子 但其实的话就是ES2里面会有很多的代码 其实是在做各种部署网络使用场景的一种适配 所以就是它会去影响出最终生成的数据的一些特征 所以说我把这边叫做装盘和摆盘的过程 那么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将会得到 最终我们将推送给数据面的配置 这个时候是以数据面能够理解的语言 就是XDS的配置的方式 这个过程我把它称为比作是出菜的过程 然后其实我们端上餐桌的菜 其实一般来说它相比于我们之前买回来 或者准备好的那些材料 其实基本上可以称为叫面目全非了 然后你很难去了解它原来的样子 其实这个过程就比较像我们就是那个高级变成语言 相比于就是底层最终执行的汇编和机器码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那个差异越大 其实一般就意味着它有更高阶的一个抽象能力 然后一般来说它也会更接近于人类语言 在使用上会更加方便一些 而就是说最终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里面的XDS的配置 如果看我的同学都知道 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那个 我是想把它比作 就是我们那个KMS controller模型的reconsole的过程 它基本上是一个watch react 然后最终达到consistency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样一个循环 然后如果是了解过这个模式的 其实应该会知道 就是这整个过程的复杂度 其实是随着 其实是随着那个输入和输出资源的一个数量 或者种类 几乎是成指数的级别的增加的 所以说当我们是一个单输入和单输出的时候 然后最终达到多种M种输入和N种输出的时候 它复杂度会变得非常高 然后下面的话其实是我整理了一下 就是East的一些上下游资源的关系 下游的话是指的是XDS 然后上游的话主要是指 East的自己定义出来的一些数据资源类型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其实为了去支持非常丰富的治理能力 以及场景适配 它其实最终的效果 其实是可以看到每一种资源 其实都会受到很多的资源类型的影响 甚至是包括一些像Proxy的特征 这种东西我们可以认为 其实是一个非常运行时的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都会影响到最终生成的CDS 然后可能这里就不一一的去展开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 所以说其实最终的效果其实是千人千面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从推送的视角来看的话 我们是期望就是说 不同的特征影响到的是我能获取到哪些资源 而不是说我获取到的同一个资源内容还不一样 因为如果是后者的话 它其实是非常不利于推送和推送的优化的 而实际情况是正好如此 所以说是一个NOTIDAL 然后这边简单的过一下我们的XDS协议 然后XDS协议的话 一般来说从推送的角度的话 它分成三类 第一类的话就是State of the World 然后它其实也是目前istro的一个默认的和主要的一个模式 然后它的特点其实是最终一致 然后实时计算 当然这个实时计算是istro使用它的一个姿势 然后以及全量推送 然后它当然它也会有一部分的优化 这个后面其实会讲 就它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些缓存 预生成数据之类的 然后它的特点的话其实就是简单 见状然后就是比较好维护 相当于就是说 因为它每次都会去重新计算 所有的数据也推送 所以你可能就不用挖太多的 你在做功能开发的时候 不用太多的去关心它的一个数据一致性 然后以及说数据丢失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它也有一个一些不菲的代价 就是性能差 甚至可以说是很差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 其实前面那个徐伦伟的演讲里面也讲 是一个DeltaXDS 那DeltaXDS其实我们一般熟知的Delta的话 它一般会有一些前提条件 就是大家可能都这样是实现起来 会比较方便一些 就比如说我们会去将全局的各种资源 去做版本化 然后呢推送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会去根据offset 然后来推送新增的差异部分 然后这种方式的话 一般是典型的一个Delta的实现思路 但是因为前面讲的这些 大家所以 所以我们能知道 就是说对目前East的数据模型来说 是无法生成这种比较彻底的Delta模式 所以说目前我了解到的社区的Delta的实现 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降级 也就是说它还是为每个proxy去做实时计算 但是的话它对于可每举的特征 其实是做了一些缓存的 然后它其实是取决于一个特点 就是说如果两个proxy它的特征完全相同 那么我会认为它获取的配数据 也应该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思路其实不只是可以用于DeltaXDS 还可以用于做比如说Panel的proxy 这样的话也是一种类似的思路 然后但是的话就是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要求的 它的那个特征是可视可美举的 所以说它其实就会就目前来说 它会影响它的一个实用范围 所以说实际的实现里面 我看代码里面的话 目前是只有少数的资源类型和少数的场景 就能够实现的 然后否则的话 它其实是会导回到一个全量推送 DeltaXDS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就考虑了这个场景 它是支持下发的内容 去多余它的订阅内容 然后最后一种那个on-demand的XDS的话 目前其实ISO还没有开始使用 它其实大体的思路是说 envoi在实际用到某个资源的时候 才会去做请求 但它其实有一个预设前提 就是说你下发的配置 大部分proxy是不会用到的 这个前提是否能成立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确定 而且它好像目前只支持VHDS 据我的了解吧 然后的话 我们现在回到那个ist的视角 ist的视角来说的话 它其实它的推送其实只有两类 一种叫non-for-push 一种叫for-push 然后non-for-push的话 它其实主要是说 如果你只有endpoint发生变更的时候 它其实它的那个变更类型 或者是说它的push类型 就是这种类型 这种类型它只会做EDS推送 而EDS推送本身 由于它本身的特点 它其实是可以做到 就是说只推那些变更的cluster 并且只推给那些 对这些变更cluster 做了watch的proxy 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non-for-push或者EDS push 它本身实际是比较接近于理想的推送 但是除了一个场景 就是有一个场景是说 如果我们的cluster非常大 比如说有1万endpoint 那这个时候 我如果只变了少数的endpoint 这其实是一个主要的场景 然后这个时候 你还是会因为少数的endpoint的变更 去将这1万个endpoint的cluster 重新下发 但是这个场景可能 根据企业规模 可能不是特别的常见 而且的话 它其实相比于下面的for-push来说 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 因为for-push的话 它其实是其他所有类型的变更 都会触发for-push for-push的话 它会去重新推送所有类型的数据 并且对每种类型的数据 都是推送一个全量 并且的话 它是推送给所有的proxy 然后当然这是它的一个最初形态 后面的话 其实East的不断的演进过程中 也是在做一些不断的优化 然后引入了一些scoping的机制 它其实大体的思路就是说 它会尽量的去做到 只是把每个proxy需要的内容 全部推送 然后也只推送那些 当前变更影响到的proxy 然后这句话可能说起来比较简单 但实际上非常困难 因为前面我们也分析到了 就是说East里面 因为它的非常复杂 或者灵活的那些能力 决定了它的上下游的配置的关系 是非常难以理清楚的 这个后面会去讲 然后去讲East的推送的3w 然后第一个是Wan 就是前面其实在说了 它其实是一个事件驱动类型 也就是说只有外部变更的场景 它才会去做一些推送 然后思路也是前面提到的 就是最终一致 实时计算和全量推送 然后有少量的主动出发场景 然后第二个是Who 也是前面提到的 就是说混着面 它会尽量的去判断出 这个变更会影响到哪一些proxy 然后其实前面也讲了一些 然后下面这里其实是列了一下 就是在实现中 East是通过哪一些机制去判断 就是说我这个变更的config 或者service会影响到哪些proxy 它比方说可以通过类型的判断 可以通过就是那个具体的 明确到资源的一个判断 然后还有就是说一个上下游的类型 这个1和3分别的代表上下游两个类型 然后通过类型去判断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粗略的 而且的话是有一定的维护成本的 因为比如说我某一个类型的推送 比如说它可能会说 我的Auth这个CR的变更 不会影响到CDS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基于当前实现的了解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那么也就是它其实是有不确定性的 如果后面我们在 East在做演进的时候 如果引入新的特性 逻辑变更 导致这种依赖关系发生变化的话 就可能会去漏掉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 如果是明确到资源的依赖关系的话 它其实是更明确的 然后目前的话 它其实是通过Push Request里面的Config Updated 然后去和Selica Scope里面的Config Dependency 去做一个比较 然后来决定就是说 我们的Selica是不是受到这个Config的影响 但它目前也有一些局限性 然后目前的话 它只是支持就是说 Selica类型的Proxy 而且的话 只限于Selica能够去约束的资源 目前的话 其实只有这四种 Service Entry VS DR和Selica 然后 其实我这边目前在做另外一个事情 是想把这个Config Dependency 其实能做到Proxy级别 那这样的话 它几乎是可以做到 就是覆盖全部的资源类型 然后最后一个是Watt 其实也是前面提到的 就是说控制面 它会去尽量去判断出 然后我需要更新的内容 以及就是说Proxy是不是需要它 或者是说Proxy需要的内容 因为Proxy需要的内容 其实是一个下游配置 是XDS 而需要更新的内容 其实也是这个 然后这里面其实就 它其实影响到的是 推送的一个数据量 就比如说我先确定了 哪些Proxy是需要被影响到 是会被影响到了 同时是需要推送的 那么下一步就是说我去推送哪一些 然后这些是通过一些 像资源和Workload的一个依赖关系来去做描述的 然后比如说它有一些资源是支持WorkloadSelect 还有一些资源是通过Selica来去做约束的 然后前面可能是一个背景的介绍 然后后面可能就是我是主要是讲一下 我们所经历过的一些性能问题和它的一个对应的一个优化的经验 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是那个MCP OverXDS的一个性能问题 其实这里面一说到MCP 其实对于之前来说 我们一般说MCP的语义一般是指老版本的MCP协议 因为新版本的话 它其实协议已经换成XDS了 只是说它保留了一个老MCP协议里面的一个数据结构 但是的话称呼上可能一时半会可能改不过来 然后它这个性能问题其实主要原因也还是因为它的推奏模式 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XDS协议 也就是说实际上来说 EASTO本身就实现了这个MCP OYXDS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个EASTOPilot 其实可以将另外一个EASTOPilot作为它的一个配置来源 这可能是社区的一个有益的设计 那么也就是它的模式是一致的 那么它的问题也是一致的 所以它就会有这个state of the world的模式 就比如说任何类型的资源的变更 哪怕是一个变更 都会导致同类型资源的全量推送 然后对于我们所遇到的场景来说 我们的service entry和virtual service都是五位数量级的 那么这个场景下 它的那个类似于传输或者是写放大 那么就是五位数量级了 所以说这个开销其实是过大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一个优化的方式是两点 主要的一点其实是我们是支持了一个增长推送 当然了就是我们其实也是跟社区的思路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没有实现完全的DELTA XDS 只是实现了一个对应的语义 但是最终的效果我们确实是做到这个整量推送 然后它的有两个要点 一个要点是说它的一个mcp的一个server 它要支持resource version的一个注解 这个时候它才能够把一些版本信息去告诉client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mcpclient 要强化对该注解的支持 然后目前其实社区的那个主干代码里面 其实已经有一部分知识 但是可能不够完整 我们后面做的一个事情 其实就是当resource version没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是会跳过它的更新 所以说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社区思路的延续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我们的mcp server那边去支持了easter revision的一个资源隔离 因为当前社区的revision的一个思路其实是client side的一个过滤 也就是说我先收到了所有的数据 然后再根据我的revision来做一个过滤 这样的话其实传输的数据量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们在做了这个增长之后 我们的mcp server其实会根据client的revision 然后来做一个过滤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降低传输的一个数据量 第二个是那个service entry store的一个处理性的问题 其实简单的说其实是它有里面有一个步骤会去更新一个实力的一个索引 然后它的更新操作其实是全量更新 那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的service有一个service发生变化了 其实它会去更新全部service的一个索引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量级的一个协方大 然后所以说它的 所以说它那个优化的思路其实也比较接近 我们其实是没有去硬改它的主流程 而是就是说去对它的一个更新 对它的索引更新操作做了一个聚合 在它原来的那个mayfreshindex这个的基础上 然后这个我其实是看到社区的代码 其实是有一些重构的 然后具体它的效果我们还没有确认 但是就我们自己这个优化的效果来说是非常非常明显 时间和mutex这样一个字段 导致它显然这两个字段的值经常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就会导致它的比较结果是不准确的 然后有些时候它只有endpoint变更了 但是这样比较出来的结果就会导致它实际上就会升级为service变更 那么它的它的那个non-for-push会被升级为for-push 这个其实可能主要是一个眼镜的问题吧 然后第三个问题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在我们这边其实也是相对来说那个优化的过程也会比较长一些 然后其实它简要的说是在做大量的配置变更 尤其是做初始加载的时候 因为初始加载其实就会去low进所有的数据 每一个数据其实每一个新的数据都会认为是一个变更 那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会可能会走到或者说会走到一个雪崩的效应 然后雪崩效应一般都是由正反馈带来的 然后这里有两个场景的正反馈 一个是指就是说前面其实有提到 每一个服务变更都会去刷新 然后每个全部服务的缓存 然后我们的实际的服务又是一个一个去装载进来的 那么这样就会造成实际的缓存刷新量 其实是欧文方的一个量级 然后它的计算量其实是一个非常巨量的 然后优化方式其实前面也有提到 就是去做一个聚合 然后第二个场景其实会比较复杂 可能需要去分布的来讲一讲 就是首先就是说第一个背景还是前面提到的 服务变更配接变更都会触发forpush 然后forpush其实是一个概程 它其实是全程应该是叫forconfigupdate 它其实是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forupdate 然后去做它自己内部的一个数据的更新 意思是内部的 还有一个去做forpush 然后那么就是说去拿所有的被影响到的proxy 然后对每个proxy做数据称诚 然后再推送的每个proxy 这两部的开销都是非常大的 虽然说后者比前者还要大上几个量级 但是的话前者其实也是开销非常大的 然后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是没有proxy连上来的 但是forupdate本身也是有很大的计算量 然后Eastro对这个场景其实是做了一个抑制抖动 就相当于就是说它如果发现有高频的变更 它其实是会把这些变更做一个抑制 然后效果其实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的话就是说它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抑制抖动主要是抑制的是顺势和集中的大量变更 而如果这些大量变更因为某种原因被拖慢了 它的持续时间更长了 那么就会导致它的这个抑制抖动的设计就会失效 那也就是说它的一旦失效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后果其实也是一个类似于指数级的 然后呢就是下面一条 我们如果有大量的数据装载的时候 以及有其他的血崩逻辑导致计算量放大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其实会出现非常严重的CPU征用 因为Eastro的那种变更触发的更新和推送 都是一个强CPU型加上强IO型 如果它有Proxy需要推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CPU的征用会使整个流程变得更慢 那么4和3其实是一个互为正反馈的 然后就会导致会有更多的forupdate 那么于是就会更慢 然后这个正反馈其实就形成了 然后这个整个流程还不止于此 如果这个时候有Proxy连上来的话 然后原因下面再讲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时候还要去叠加一个 正比于Proxy数量的forpush开销 因为前面也说了 它其实还是要再高几个量级 那么这个时候它整个情况会更加恶化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配置装载就会持续时间更长 持续时间更长就会有更多的forpush 然后最终的对面还有一个场景 就是说如果严重瓶颈的时候 对Proxy的push竟然会超时 那么Proxy又会去做锻炼重连 然后就会指的这个过程继续恶化 当然可能就是说前面提到的恶化 已经频率太多了 然后最后的一个其实是一个业务效果 因为如果你只是慢 其实业务后果还不是特别的夸张 但是它这个后果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就是说它会导致这个加载时间特别长 加载时间特别长的话就意味着 它的整个数据加载完毕就会比较晚 而Proxy连上来如果稍微在之前连接上来的话 这会导致Proxy会拿到不完整的配置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会造成业务有损 因为这个Proxy可能是重连 它之前也许是有的 它之前是有完整的配置的 然后就我们实际的情况来说 如果上述的优化都没有做的话 以我们的前面提到的这个数据规模量级 我们是需要一二十分钟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一个稳态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在这个场景下可以认为系统是不可用的 然后它的优化的思路其实大概有几点 就是说我们首先前面提到了 我们会去优化它的那个 index的一个更新的写方大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也会去优化 它对那个整个的一个系统ready的 一个判断的逻辑 因为Eastor本身是有一个逻辑 是说只有当它认为的组件 都已经ready的时候 才会把自己标记为ready 但是这个实时是有一些问题的 后面会去讲 然后最终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引入了一个对变更的管理 也就是说原先的单纯的意志 可能已经不足以去覆盖这种场景了 所以我们其实做了一个 类似于推重状态的一个管理器 然后去给它在意志的基础上 再加上来一些启停的一些控制 然后最终的效果就是说 我们优化后同等规模的启动时间 大概是在14秒 并且的话是中间是没有状态误判 也没有业务受损的 然后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一个关联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是运行时 有大量的服务变更会怎么样 因为运行时的 虽然说它没有这么大的概率会出现 但是它的有一些条件也不一样 比如这个时候我们的Pilot就是Ready的 然后M1就是连上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挑战也同样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个时候它的大规模变更 一般来说会有几种场景 一种场景是说 业务如果是有一些非规范的发布 比如说短时间内新增大量的服务 或者有短时间内大量的配置新增 这个一般来说都是一个非规范操作 但是我们其实是要保证自己的一个健壮性 然后第二的话 其实可能是一些上游的bug 比如说一些配置来源的一些bug 这个其实也比较少见 然后第三个的话 其实是一个上游的MCP server的一个重启 因为对于K8S里面的资源来说 它其实本身是带版本号的 所以说其实它是可以做到 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了 我们会去做一个版本的检查 这样去保证就是说它只会去推送一个增量部分 但是的话对于转换出来的Service Entry 也就是说以前老的Galit 那就意味着就是它的版本号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 有一个持久化的版本号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可能会导致大量的一个假更新 所以说对应的思路 其实也是类似于一条一条的针对性的处理 我们这边引入了几种优化方式 是说我们去做有条件的批处理 就是对于有条件的批处理的场景 比如说MCP MCP就是说它的交互方式是一次性 把同一个类型的所有的数据都发送过来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是可以感知到 这次的变更量是很大的 我们就是模拟了一个事物提交的一个机制 我们会在事物内 事物周期内把这个 OK 不好意思 我可能面临了比较频繁的一个网络问题 可能后面的那个节奏会稍微加快一些 然后的话就是在另外一个场景的话 其实我们会去加入一些 因为如果是它本身是一个非P处理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它非MCP的话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会去做 我们会去做一些那个类似于防抖动的一个机制 把连续的变更转换成P处理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也是前面提到的 我们会去把那个版本化的一个资源做一个版本化 也就是说原来那个生成的资源 通过某种方式去引入一个版本化的一个 一个持久化版本化的一个机制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一个变更 然后还有一个场景的话 是就是说也是前面其实提到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系统没有Ready的时候 然后会有Sanica去进来 然后这是因为就是目前其实 Eastro内部其实是有一些判断组件 是否Ready的一个设计的 但是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的精确 而且的话它可能它的不够精确 会在大规模的数据和高压的情况下 会被放大出来 然后的话就是我可能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 就是说中间其实是有一步 那个一步处理的一个过程 这个一步处理的过程 其实应该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比较快的 所以就是说它其实会去认为 就是说它的时序上的一个漏洞 其实是不会体现出来 但是的话也是因为就是高压力的情况下 CPU征用严重的情况下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一步过程 中间的时间gap就会被放大 然后就会导致就是说 我们会提前的错误的认为 整个系统已经Ready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Proxy过早的进来 然后就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业务后果 这个它的优化方式的话 其实也是做去做类似的 就是说我们会去 一是优化性能 去减少说这种高压力的场景 另外就是说我们会引入更多的 对更多组件去做Ready Check的一些机制 然后其实类似的思路 其实在其他的组件上其实有遇到 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上游的MCP 它之前也有类似的场景 就它没有严谨的判断是否Ready 然后它是做一个提前的数据下发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做 额外的一个检查 然后这个可能是最后一个case 就是说我们会遇到一个密集的一个变更 就比如说初始化加载 这个时候CPU的高水位会使得HTTPs的 好似下个失败 从而Liveness Probe失败 乃至POD的重启 我认为它是这样 它的默认值其实只有一秒 然后它的HTTPs的协商阶段 其实是对CPU是有一定要求的 然后就会导致它可能持续的去 抢不到时间片 或者是掉都不上 然后就会导致这种状况 这个优化方式比较简单 其实我们可能比较粗暴 我们就直接把它给超市改大了 改到10秒以上 对于我们的场景 然后后面会讲几个 就是说可能场景无关的一些优化 然后就是说 首先还是一个老生长长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那个自动化的服务依赖管理 因为前面其实我们也提到 就是说我们去缩小一个 就是下发给Proxy的一个数据量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只推它需要的东西 这个对整个那个推送的周期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有两个效果 一个效果就是说 少推一点给它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它依赖的数据 无关的数据发生变更的时候 不要推送给它 所以说这个依赖关系 它的重要性其实是非常凸显的 而就是说Eastor目前其实提供了一个 Cellica的一个API 但目前这个API的话 你如果要去人工去维护 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它其实我认为 它是把基础设施上的能力不足 转换成使用者的一个操作风险 所以就会有对自动化的一个 相对于刚性的一个需求 我个人也会认为 它可能是网格的一个必备组件 它核心的思路 其实是通过实际的调用数据 来生成和更新依赖的关系 同时就是说 在依赖关系完备之前 我们要正确的兜底 它的流量处理 然后大家其实对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的SlamLazer Load 然后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在它的动态 依赖关系维护的基础上 也支持了比较灵活的一个 半静态的一个依赖关系描述 比如说类似条件 条件匹配 它其实可以用来实现一些高阶的特性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更多 更愿意把它叫做ServiceFace 它在这个组件里面 我们其实也是沉淀了比较多的 一个生产实践的一个经验 然后后面的话 其实讲几个Tips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 不一定每个场景都会遇得到 但是的话 就是可能是一些思路的一些建 就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场景是连接不均衡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 原生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用于自我保护的线流 就是说如果有大量的连接 或者请求发往单个的节点 单个的POD控制面的时候 它就会去做一个线流的保护 但是这样的话 并不能使得不均衡的情况 重新均衡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组件 其实会去做这个均衡的调配 目前也有开源在社区 然后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也是算比较特殊的场景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海量的 Enterpoint的场景的话 那么就是说 它的一个内存的使用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是可以考虑 对它的可美举的内容 去用自我掺持 去做一个优化 比如游戏像Label这种 重复度比较高的 还有就是那种前面提到的 如果是我们有超大的cluster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说 EDS推送 甚至本身都会出现 都会成为问题 这时候其实有个思路是说 大资源拆小资源 曾经有的 有一个方案叫EDS 其实在社区有过一些讨论 虽然说最终是没有进到社区主干 但是实际是可以作为一个 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参考 像对应的 其实是有那个Enterpoint Slice KBIS 其实也是有类似的思路的 最后一个是说 我们如果是有超大规模的 服务注册中心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我们的控制面 已经无法完全去承担 所有的配置数据了 或者服务数据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考虑去做控制面的分组 然后的话 让Salika去基于它的依赖关系的亲和性 来让就是说每一个控制面 它可以只处理它一部分的配置 这也是就是说可能我很久以前 我们还是可能我在之前的那个公司的一个实践经验 然后目前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就这些 其实最后其实我是实时想就是说 说一下我个个人的感觉 就是说可能我做了几年的就是那个 SafeMatch的生产努力和优化 可能确实是认为就是说那个 Listro的话它的很多的一些设计 其实确实也是比较像工程的一个眼镜思路 先采用一个高可靠的一个方式 来做一个快速眼镜 当然了就是说曾经欠下的东西 其实在后面的实际的实践中 也还是都会录制补回来的 目前就这些 谢谢 谢谢 灶指引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